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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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的分配给你的家人或者是挚爱 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那其实资产规划分为四种 资产规划第一步骤是利益主 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步骤每个人应该做的 第二步骤是设立私人信托 私人信托是比利益主更先进 它其实是跟遗嘱不同 第三步骤是商业信托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生意人或者是企业家 你应该注意商业信托 如果你不是一个生意人或者是企业家 您也可以随时点击以多多学习 第四步骤就是取消债务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 请各个点击他们的link 我看这个环节到此为止 大家好,我是Yvana Lowe CEO of www.malaysiawills.com 我希望能够帮助您保护您的家人和您的资产 谢谢